佛教,冷言经,四大名句,悟透福德无量 冷言经,译称,大佛顶首冷言经 是佛教中一部极为重要的经典 佛门常以,开悟的冷言圣赞其极为重要的地位 法灭进经,尚说,末法时代,冷言经先灭 其余的经典跟着就灭了,如冷言经不灭 正法时代就现前 提到冷言经,就不得不提及其中最关键的冷言咒 冷言咒是冷言经的核心所在 佛教僧众每日早课也必诵冷言咒 冷言咒是佛教咒语中最长的一个 被称为咒中之王 佛门里认为 这个世界上只要有一人送持冷言咒 正法就不会灭亡 送持冷言咒的功德利益无边 一心送持此咒 可成就善法 增益道业 破除一切恶习 清除一切灾难等等 旧冷言经中比较经典的四句可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能够深入精脏 智慧如海 不断精进法身会命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一,狂行顿蝎,蝎吉菩提 狂行指的就是人心中的妄念和颠倒无明 人之所以烦恼痛苦 就是因为时刻被心中的念头牵动 起心动念 造业起祸 不能安住 心生恐惧忧虑 不得解脱 佛教认为一念一轮回 过去的是杂念 不必纠缠 未来的是妄想 不必执着 活在当下这一念才是智者 人的一个念头就是十万八千里 许多人看似老实念佛 使则口念弥陀心散乱 心头杂念妄想不断 又怎能真正从佛法中受益呢 一切为心造 观心不乱 心不动 不动则不伤 把心中的妄念放下 即是顿些 心清净了 智慧即显现 无我无心即是菩提 就像 心经 里所说的 心无挂碍 无挂碍故 无有恐怖 远离颠倒梦想 就尽涅盘 心中无挂碍 处事便顺遂 则人生无处不吉祥 二 银心不除 尘不可出 这句话说的是邪银心对修行的障碍 如果人不断邪银 就不能开悟解脱 也难以出离六道轮回 万恶银为首 邪银是万恶之根 是诸诸大恶业之首 其实这句话还有后半句 纵有多至禅定现前 如不断银 必落魔道 就是说一个在有修行的人 如果借除不了邪银心 也终将堕入恶道 其实棱严经 中还有关于此的名句 辱爱我心 我怜辱色 已是因缘 今百千节 常在禅妇 邪淫就是人内心的贪欲 一切纠缠苦恼皆因爱而生 爱恨情仇至使人颠倒妄想 心常被束缚 乃至经历百千万劫 也不得解脱 所以 修行一定要先断邪淫 成就才会越快 三 一切众生 从无始来 生死相续 皆由不知常住真心 性进明体 用诸妄想 思想不真 故有轮转 举凡众生 或多或少皆有业障 如果没有业障 福报很大 今生也不会投此人生 一切众生 从无始节前以来 不断辗转轮回 不得出离 皆因为不能发明真心 见不到自身的如来 清净自信 被无名烦恼障碍了菩提自信 故有无休止的轮回苦难 佛陀当年在菩提树下悟道的时候曾说 其灾其灾 大地众生皆具有如来智慧德乡 但却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德 佛陀认为人人都具有佛性 人人皆是未来佛 但却因分别妄想而见不到真如自信 菩提自信 本来清净 但用此心 直了成佛 修行当以尽心为药 借除一切贪心妄想 常住真心 自得解脱 四 虽有多闻 若不修行 与不闻等 如人说识 终不能保 佛法不但要闻 思 更要注重修 一个人读再多的佛经 如若不在现实生活中去践行 去体悟 和那些没有闻到佛法的人一样 一切都是无用 就像给人说什么食物 却不给食用 怎么会让人填饱肚子呢 要想开悟 不是读的经文越多 就越开悟 开悟重在一个悟 要用心 用智慧 禅宗六祖会能大师本身 并没有什么文化 读的经文也只是 金刚经 但他却因为悟透了其中的一句 因无所住而生其心 而明心见性 觉悟成佛 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是指说 无所住 是对住相而言 很多人误解佛教是消极 逃避现实的 一讲到无我 好像这个人已无可救药 不为今生 也不为未来 一讲到无相 更觉得这个人大概没希望 因为他什么也不要 什么也不管 究竟无住的住是什么意思 用现代的名词翻译 就是在乎 我不在乎 我在乎 就是住的意思 凡夫的心理活动 都离不开在乎 我很在乎他讲我 我很在乎股市今天跌了 因为数字下跌 与我的财产息息相关 这便叫做住 新住于股票 住于某一装饰 某一个人 人常常喜欢在人前表现 人后表公 有没有这种人 有 多多少少 每个人都有这种毛病 如果不求表公 似乎及无表现 想要表现自己的能力 这是十分正常的 表现给谁看 表现给别人看 职员表现给老板看 名义代表表现给人民看 政府官员表现给长官看 这都是正常的 但这都是在乎 但是 真正懂了佛法以后 会在心里清晰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不该做什么 该做则做 不该做就不要做 不在乎厉害得失 不在乎自己好不好 这就叫做无助而生心 但这个心已不是烦恼的心了 有助而生心 生的是有我的心 是烦恼心 无助而生心 生的是慈悲心 是智慧的表现 大家同沾法喜 共沾法义 愿正法久住 利乐友情 感恩阅读与分享 南无阿弥陀佛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可以分享给身边的人 你的观看与订阅是我最大的支持 感谢你的收看